這一堆是免油費 直接送到來馬來西亞 你騙人都沒有免油? 我很漂亮這兩個都很美 這兩個我都是很喜歡 這個也太死亡芭比粉了吧 欸這樣不是翻車了 我覺得 沒有什麼不同啊 浪費錢了 浪費錢了 拿去賣 拿去賣 嗨 我是凱恩 孩子們 It's time 我們要來花錢啦 幫忙撿回來一下 等一下給媽咪嗎 少了一塊 今天這一集呢 還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看表題你們就懂啦 就是我的雙十一淘寶開箱 每次買開箱啊 我都覺得我自己很high 我也不懂為什麼 可能就是錢花出去了之後 超以上人家的 OK 給大家看看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登登登登 對 雙十一 我竟然買了化妝品 嘿嘿嘿 其實本來我是想要買衣服的 但是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我上一支淘寶開箱 我是開箱衣服嘛 然後我媽咪就跟我講 如果我在買衣服的話 她就把我的臭臭拿去洗 咪 我沒有買衣服啊 這個不是衣服來了 這個不要洗我臭臭 這個不是衣服 有買過淘寶的應該都知道化妝品都是敏感貨來的 所以這一堆喔 都是敏感貨 敏感貨要借來馬來西亞其實是比較貴的 但是這一堆是免油費 直接送到來馬來西亞 就是跟我上一次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今天的影片重點就是很多人是不懂的 就是在淘寶只要你買超過 都可以免油費 那如果你沒有看過我上一支影片的話 麻煩你們看回去 因為我有一部一部教喔 今天教學我們就不重複啦 今天就是要來解答網友的問題 因為看過我上一支影片的人呢 就很多人去try了2998的這個東西 然後就有人跑來告訴我說 你騙人都沒有免油 不對啊 我自己真的是免油的我 這中間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收集了大家的問題 在我開箱之前一次過解答你們先 第一 錢的問題 一定要買滿299元人民幣 那除了要買滿299元之外喔 你要還要確保你的寶貝是有這個包油的logo的 第二 集運的問題 一定只能用淘寶官方的集運倉庫 海運空運都可以 但是一定是不能夠用代購的哈 第三 付款時的問題 你必須要買滿299元 還要是一次過給錢才可以免油喔 那如果你是買四個東西 兩個是全球包油 兩個是沒有全球包油的話 那就算你是一起給錢的話 它的訂單也是會拆開的 所以不是全球包油那個貨品 就要自己給運費 第四 APP的問題 你用Laptop 你用PC 你用iPad 你用天貓APP 你用一套APP 你用淘寶Light App 你用第三方代購APP 還有你用網頁版這些全部 都不可以 你一定要用手機淘寶APP 才可以免油 第五 還是APP的問題 你要確保你的淘寶APP 一定是最新的version 那如果你在下單的時候 沒有出現這個logo 代表你的APP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update一下 只要注意以上這五點 你就可以免油了 然後買到最大的東西了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 Yeah 淘寶開箱 這次我買的喔 全部都是化妝品 而且是Perfect Diary的化妝品 我故意沒有猜 等到跟你們一起開箱的時候 我才猜的 這個呢是高光 然後這個呢是散粉 就是 loose powder 然後還有這個很可愛的 這是布丁狗的特別版散粉 還有這個 Perfect Diary跟 National Geography合作的眼影盤 OK 我們先開眼影盤 這個眼影盤喔 我真是覺得超漂亮 而且我覺得很用心 我之前看的喔 都是一直有跟那種 不同品牌合作的 它有跟Discovery合作啊 然後這一次這個呢 是跟中國國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Ding 好美 而且它這個喔 是有吐起來的紋路的耶 它不是flat的 後面也是有那種吐起來吐起來的 1 2 3 哇 太漂亮了這個顏色 OK啊這個眼影盤的色系喔 是那種比較偏少女夢幻 然後又穿一點大地色的 你可以看啊 它有霧面的 然後有這個是珠光的 亮片的 我試試看喔 它上面是有很多那種不同的紋路 這個紋路就是配了這個 National Geography的原因啊我覺得 OK 現在我們來試色給大家看 OK 現在我們來試前面就是我會兩個兩個色這樣子試給大家看 這個是比較珠光珠光底的 然後一個是打底色然後這個是橙色 因為我個人真的是很愛用橙色眼影啊 所以你看這個完全就是我的色耶 下一個是比較大地色紅掉一點的 喔 那個紅色很美 那個紅色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紅色喔 很適合熱腸茶在眼尾的部分那邊點綴的時候用的 就是眼尾我們會放比較深一點的 OMG 這個也太死亡芭比粉了吧 這個呢就還好 它是比較偏亮片點綴型的 它其實沒有很粉 它只是看起來很粉的了 喔 很漂亮 這兩個都很美 這兩個我都是很喜歡 就是可以去party的時候查的 這個Purple其實蠻好看的 但是就不是熱腸會查到的顏色 OK 接下來到這個亮片了 這個亮片也值 蠻值得期待 這個亮片 這個亮片感覺喔 真的是 怎樣查你就是講美你知道嗎 而且喔 很顯色 我查一點點喔 它就這樣子喔 所以你是用手指沾一沾 你塗中間的眼窩那邊就很搶眼 其實我這樣看喔 它的顏色就是 其實用一個字來形容就是 顯 它是比較走夢幻類型的 所以你可以從它 我剛才放的那個顏色就是比較偏Pink啊 偏Purple啊 偏藍色啊 然後粉雕色系的 這種就是比較適合仙女妝去party的時候用的 OK 現在我們開下一個 布丁狗 這個是布丁狗散粉 我一個人 我買了兩個散粉 為什麼要買兩個咧 因為 我用完了 散粉就是拿來定妝啊 然後空油啊 然後我又很會出的 所以我其實我散粉用的很快 其實它除了布丁狗之外 它還有蛋黃鴿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狗狗比較可愛 我 我個人沒有很想蛋黃鴿 所以我就拿這個 它就連那個包裝子是很用心 包裝喔 都有這個狗的咧 一個是刷子 然後另外一邊呢 就是散粉粉粉 OK 現在我們就來試試 因為剛才我手查了這個眼影嘛 所以我們就testing 它這個東西 叮 它這個東西喔 是不會掉的咧 它除了拿來是隔離這個粉鋪跟那個粉之外 就是有時候我們這個東西會很容易掉 或者是拿上拿下很麻煩 然後它就直接是黏住了的 嗚 它是綠網的style 散粉就是可以讓妝容變得比較霧面 啞光一點的 所以我們就打在這個亮片這邊 你看這個亮面的啊 馬上被霧面了耶 它這個喔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是質地很滑 好像不錯喔 好像不錯 啊弄到了那個亮亮的 這個是拿來刷這邊的 提滋味 然後如果你的臉頰就可以用粉撲 它說紙很軟 這個是我買的第二個散粉 我不懂為什麼我買這樣一個散粉 看到便宜我就買喔 很像耶跟剛才那個 除了沒有那個布丁狗罷了 真的耶 真的是一樣的啊 蛤 喂 這樣不是翻車喔 我覺得 沒有什麼不同啊 一樣的喔 我怎麼買這樣多一樣的東西 啊 是誰放進我的購物車的啊 是我 浪費錢了 浪費錢了 拿去賣 拿去賣 我們開下一個 OK 這個沒有雷喔 這個是高光 我看了它很多評論喔 講很好很好用喔 我才買的 這個應該不雷了吧 嗯 嗯 菱形的 這個是3號的光影未來鑽石高光粉餅 給大家看看 盒子是金色的 嗚呼 哇 這個 這個OK這個OK這個OK這個頂 它這邊喔其實也有一個一面鏡子的 我拔開 給大家測試一下這個高光 這個高光真的很漂亮耶 它是裸色系的 有一些高光是比較亮的 但是那種我是用到比較假啦 裸色系是比較按摩膚色我覺得 而且還有點肉絲肉色系的 就是有一種 你茶藥在臉上會有粉嫩粉嫩的 Testing打在鼻子 但是很多耶 怎麼辦 有些很多喔 好像差太多了 等一下我用微紙少一下 怎樣 我鼻子有高嗎 喂 啊 我用到那個手 嗯 高光還有打下巴 還有打額頭 我現在很立體喔 OK 今天的非常不專業非常亂水的 畫素餅開箱就到這邊 好嗎 首先呢 OK 所以這些化妝品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我就會在Capture那邊放link給你們 你們就直接點進去 放進購物車就可以啊 那除了化妝品之外喔 其實這個299包有這個東西喔 其實很多都可以用的 比如說衣服啊 日常用品啊 科技用品啊 都可以免油 所以你們就是 反正趁著299你們就買下去就對了 而且喔 雙十一耶 你現在不買等幾十喔 當天它包也會有很多promotion 再加上 可恩的專屬promotion 你就會有更多discount 就是這個 TBSTAR40 滿400元就減40元 所以雙十一大家去買吧 去去去去去去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記得看很多的事 我是可恩 下次再見 拜拜